台湾人 台湾市 近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 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一句台湾俗言 文无形同心 木无形替兵 在北京话里面是说 文无成同生 儿童的同 武无成铁兵 那么这句话有什么更深的意涵呢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庄永明老师告诉您 我们也晓得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一个期待 大概就是要文武全才 就是文武兼备 那我们也晓得 一个人要有这样的一个涵养是很难的 那其实这个台湾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你学什么就要像什么 你不能一无所成 你学文的时候你构成不了一个同生 那学武的你又不能变成一个铁兵 那这样的一个愿意 它在告诉我们更深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既然你要学文的话 你一定要照课班的一个持续 你进入了一个文史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之中 当然以前是为了科技 那当然现在不是为科技 你只要也在自己的一个文史方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挥 那第二季讲的一个铁兵 其实我们用现在的观点来看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投笔从容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铁兵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你去学武 那你要凭你的体格 凭你的一个体力 你要去打拼一个事业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变成一个 武不成武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一个人学一件事情 绝对要有一定的一个规矩 跟一定的一个目标 去做自己的一个抉择 不要说百意都学不成 那这样子对自己 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 那这样的一个愿意 我刚刚也提到说 你从文的时候 你当然就在文里面 你要有所发挥 你从武的时候 你要在自己的 所谓的一个体格体力上 有所进展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很多很多 在从事这样的 自己目标的一个抉择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对自己 有所彷徨 就是说他要从吻或从武 这两个一个抉择的时候 他会有很深的一个困扰 那我想如果就现在的观点 每个人应该要去 评量自己的一个能耐 我想的一个能耐 当然要包括你自己的性气 你自己的体格 你自己将来的一些修为 去做这样的一个抉择 不然的话 你误入前途以后 你会后悔的 你本来是一个学文的料子 你去学武 那这样子 你根本就不能承担 那么大的一个 种植大任 那你学武的话 你又不去学武 你又要在所谓的一个 抉择方面 你又要往学文的这边靠 结果你无意也学不成 我想这样的一句愿意 他在告诉我们 就是说 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抉择 要有所坚持 甚至这种坚持就是说 对自己所要走的一个 宽广的一个路上 你坚持下去 你绝对会成 学武的就变成一个 那个武才 学文的就会变成一个文才 当然 我们有很深的一个期望 当然是要所谓的一个 五五兼备 但是五五兼备 不能所抉择的时候 你要偏重哪一方面 去做抉择的时候 这个就要靠 一个人自己的一个判定 所以我们从自己里面 当然也可以体验到 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 就是说 每个人绝对要从 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性器 自己将来 能够承受的那种谋念 去抉择最后的一条路来走 听众朋友 台湾俗艳 文无行动心 目无行替兵 是勉励我们 要成为允文允武 文武双全的成人 否则 虽然是读书人 但是手无伏击之力 虽然是习武之人 但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那都一样是没有用的 只有能够允文允武 文武双全 智力加上体力 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 力争上游 短短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